一个男人动情时身体才会出现这善重反应 仔细观察很明显 当一个男人和女人互动的时候 女人可以适当的迎合 因为他们让男人唱自己的独白 而女人不回应 这样的感觉是不平衡的 因为男人会认为这样的女人很无聊 他们认为你很无聊 一定对你没有好的感觉 到最后只能分手 一对你小动作不断 喜欢一个人身体是最真诚的 一旦一个人爱上了你 你就情不自禁的和你亲密接触 那两个人在一起拥抱的心跳 是爱情存在的证据 你在电视连续剧里看到 当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时 男孩们不自觉地摩擦对方的头发和捏对方的脸 如果一个人不自觉地对你这样做 他一定会把你放在心里 二 会说情话 会行动 恋爱中的人将成为诗人 即使一个男人是沉默和笨拙的 一旦他爱上了一个女孩 你会发现他的爱情故事继续下去 因为在我的心里就像一个人 那些美丽的话会从我嘴里冒出来 他说不出那些话 因为爱 所以这是感情的自然表达 一个爱你的人 他不只是说不做 爱你的同时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肯定的 他会用自己的行动向你证明爱你的心 三 处处关心你 当一个大男人在你面前变成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那意味着他爱你 他不想看到你有点不满 如果你有什么事要做 他会很细心的 你的生活很好 他很快乐 你不好 他愿意为你承担 如果一个男人看到你被冤枉了 却什么也没做 他心里一定没有你 如果爱你 你怎么能放弃一点点的委屈呢 大家能复突然摆 然后 cruise 然后购もうram 干 vos 你 好